康苍 嗨 大家好 我是銳箱之華 專員吳浩姐 常常有時候會在這邊都是很奇怪 可能是一些電台 奧客啊 或者是拿一堆100張號碼牌的 這些奇怪的人 來 吳浩 他是一個很 就派 很兇啊 你很喜歡欺負人對不對 就從現在開始好不好 但你說他那個派也派得很可愛 他們兩個的搭配 有這樣之間一動一進的交錯 我覺得他們都做得非常好 我們的戲雖然有寫到說 他們最後會接紋一 以阿成的個性這種不愛牌理出牌 要讓浩婷她接得措手不及 那這部分我們並沒有特別跟韋寧說明 韋寧她就又把球接住 所以我覺得她這部分真的蠻厲害的 那個KID 然後我們再重一種 這超傻的 那有浩婷嗎 其實一直很想要曬黑 我一曬我只有仙長班 但是我不會黑 為了要更符合浩婷她仙長的小鎮的環境 我一定在這部分下很多功夫 她就是幾乎每一天只要一有空 她就會去頂樓曬太陽 然後她甚至也去做那個曬黑的課程 我沒有拍過一部戲這麼長校場 你們真的要說 好演喔 KO KO 我覺得我跟浩婷滿像的地方是 對於要進入一段關係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多的小劇場 那不像的地方是我覺得浩婷是一個比較兇的人 我覺得她心中明明就也有那種很台灣氣息 有點嗆辣有點兇悍 我比較不用熟了 我熟了